大铁锤修炼的雷神锤是一种极其霸道的武器 有两层招数 第一层是风 一旦发动 十杖之内会形成一股风暴 在这个范围内的敌人由现身漩涡之中动弹破头 一对一的情况下 应该没有人可以挡住雷神之锤的威力吧 保险期间我还是安排白虎出去一趟 也好 有白虎出山也比较让人放心 容姑娘说的很有道理 我是真的觉得很有道理 不知道尹夫撑不撑得住 雷神锤第二层 锯锤携带雷神之力 莫说碰上 帐外便足以将敌人轰为积分 这种一击必杀的锤法 这就是雷神之锤的威力吗 雷神之锤虽然威力巨大 但在这样的密林地形 根本施展不开 对于尹夫来说 却是最完美的战场 尹夫的拂血术传得有多厉害 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呢 这个世上见过拂血术的人 都已经是死人了 看来这片密林将是大铁锤的葬身之地